竹香安童头国小推广水土保持教育有成 今年被农业会水保局选为推广示范基地 成立水土保持局库学校 并于日前正式接牌 县府也期待透过水土保持观念的向下扎根 能让学子对环保观念更加落实外 也能间接影响更多民众一起来投入 让自然环境得以永续共存 因为水土保持教育推广有成 童头国小被行政运农委会水保局选为推广示范基地 成立水土保持库学校 希望养成学子环保素养 并影响更多民众一起参与 今年109年我们特别选择 童头国小变成我们的推广示范基地 因为它结合了我们的食农 结合我们的防灾 把水土保持的这一块的特色 能够融到教育的体系里面 那也让我们的小朋友 从小就了解水土保持的重要 那我们希望童头国小 能够在未来的部分 在推广的方面 能够有良好的一个成绩 童头国小很幸运的成为南投县第一所 水土保持库学校推广示范基地 除了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场域之外 另外里面有许多的丰富的教材 书籍以及我们整个校园 还有整个童头地区 其实都是食农防灾 水土保持教育的最佳基地 包括这里的水 清水系的童头兰河宴 到湖山水库之间 这个取水道 唯一的一所学校就是童头国小 那所以我们把水土保持教育 这个观念扎根在学生的脑海里面 让他们形成生活素养 在未来希望他们都能够成为最好的种子 有小朋友们影响到家长 影响到学区的民众 甚至影响到邻近的学生 或者是所有的国民 让他们具备有水土保持的素养 南投多处山区 所以水土保持 以及环保观念的推广很重要 县府教育处长吴真威也很期待 透过学校教育的推动 让这些观念更升值人心 行政院的水保局 在我们这边设了一个 水土保持的基地学校的一个专案 那这个专案的话 全台湾只有11个学校入选 我们很高兴 统头国小代表南投县 却平重选 就是这个基地的设置 包含说对于一些水土保持 灾害防治 防洪 生态 它是做一个整合性一个基地的规划 然后在这个基地头 他们会设置相关的教材 教具 还有一些设备 那也会有相关专业的 生物防治 水土保持的人员 过来这边协助宣讲 那对其他的学校 能够说提高说 他们对于说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议员蔡蒙儿肯定校方办学的用心 并期待借由水土保持观念 融入课程之中 除了帮助学子成长 也能够带领他们 一起为环保工作来付出 也希望说借由这个学校 统头国小来办理这个水土保持 能够让孩子在从小就教育起 那当从小做起 然后当向下扎根 当灾害发生的时候 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 知道怎么来处理 也可以说孩子是 像是海绵一样 你给他什么东西 他就吸收什么东西 在此也希望说 这个示范教学 水土保持库学校的一个 示范学校 能够让孩子从AR 然后他们的图书漫画当中 学习到很多 也对孩子的未来 有更大的一个帮助 县福也期待 透过水土保持观念的 向下扎根 除了让学子对环保观念 更加落实之外 也能够间接影响 更多民众一起投入 让大自然环境 得以永续共存 记者 张欣甫 卓山镇采访过的